罹患肾衰竭的13岁少女从小希望成为一名模特儿 可惜因为疾病无法站在台上绽放光芒 虽然苍天无情 但是人间总有爱 她的愿望在儿童愿望协会 以及沙巴一间摄影工作室的帮助下终于成真了 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这名13岁少女名叫杰西卡 自小由单亲父亲养育长大 后来不幸患上肾衰竭 导致她无法如愿成为模特儿 如今在马来西亚儿童愿望协会的帮助下 杰西卡成功穿上美美的寒流服饰 与主治医生以及护士们拍起了多张模特照 杰西卡的笑容和可爱的形象也感染了现场所有人 焦点转向吉兰丹 来自巴西福地甘榜勒巴的20岁女子西蒂哈查 她在夏天务农的短短两年时间内 不但学会驾驶耕田机 还会操作无人机喷洒农药 而且苦力活样样在行 一点都不输给男生们 她接受马新社访问时说 一开始父亲反对她夏天务农 希望她继续升学 在她赚到第一笔钱时 父亲就对她完全改观了 后来的三个收成季节 她也交出了好成绩 尽管还是有人认为 她应该和其他女生一样打扮漂亮 避免日晒雨林 但是她依然坚持己见 决定继续往农业发展 在其他年转发展 然后再看一看 如果你不跟辅我 这朝年转发展 我们再看一看